香港一般的商人对这个赚钱的概念呢 可能跟美国也比较接近说 比较注重短期的赚钱的能力 可能接着跟香港的那个历史关系 因为香港本来说1997年以前 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香港有句话说 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 用借来的时间来赚钱 因为这些情况之下 所以香港一般想做很多投资项目上面 不要注重短期的赚钱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一般来讲 是没有很长期投资的 长期投资可能在中国其他地方有 但其他地方呢 在香港呢 一般的投资项目都是很短期的 所以这种情况来讲 香港商人在这方面跟美国差不多说 很注重短期赚钱的能力 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个商务 它说要时间没有强的话呢 一般来讲 香港商人可能兴趣没有很大 这一点可能在1997年以后 要小小的改变 那总的来说 香港商人对赚钱来讲 他们的目标是短期以内 可以赚的最多的钱 这一点可能跟美国的 商人的看法也差不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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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